字幕提供 然后技能要带半盾 术士主要是暗术士 而猎人主要是火猎人或是暗猎人 火猎人有火枪头最好 也就是劳音头 暗猎人则是要钻机库最好 主要就是帮大家升光球 队伍组合最好要有一名泰坦 架半盾来提升大家输出 一名暗猎人来帮大家升光球 术士我们是都放回血的 然后都是暗术士 OK接下来是武器配置啦 助器随便用你习惯了就好 副武器用火枪或是冰枪 也就是普罗米修斯透镜 以及冷酷无情 之后有王官会有三位青小怪的 三位跑酷主的 建议青小怪的拿火枪 跑酷主的拿冰枪 啊还不确定要怎么分配的话 两把就先背着 最后的重武也就是威能武器 带火箭筒 然后要有极速弹 最推的就是过往之最 就立维坦的火箭筒 然后最好背个打中远距离的枪 OK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让我们直接开始 这次立维坦世界者的攻略吧 这次的影片为上集 包含了打王前的所有步骤 那因为打王前都是跑酷居多 打怪较少一点 所以推荐有跑酷装的可以带一下 像是猎人的践踏 术式的跑步鞋子 一进去关卡 就一路往前走就对了 那因为路程有点远 所以就加速吧 一路往前跑 看到了紫色的池子 恭喜你们来到了第一关啦 这一关就是跑酷跟队伍默契 其实也不算是跑酷啦 就是很简单的跳平台 首先一个人先跳 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接上去 不要推挤 不要太晚跳 要注意的是 第一 一个平台上不能占两个人 只要平台上占两个人 平台就会变成红色 然后往下坠 第二 在跳平台的时候 差不多到路程的一半时 旁边的平台会出怪 这时你可以选择清怪 当然啦 你也能等其他人清怪 然后堵自己不要被射死 那清怪的时候 还是要继续跳平台 所以 可能你开个一两枪 就要准备跳下一个平台了 第三 最后一个人 基本上都会站在红色的平台上 而这个红色平台 并不是因为太重而要掉下去 而是警告你 等等下一个平台出现时 这个红色平台会下沉 不过时间够你慢慢跳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哦 第四 当跳到快要接近终点时 左下角会显示 反应如温度上升 这时所有平台都会变成红色 你们必须赶快往前冲到前面的平台上 如果平台上的灯是亮起来的 表示通过这个记录点了 如果是亮紫色的 表示必须重新跳一遍 不管你们是不是都有到终点 而灯有没有亮起来 是看是不是所有平台都跳到 并不是到终点的人数 最后是如果有到记录点的话 也就是灯亮起来了 失败的玩家可以等平台出来 直接到刚刚队伍到的记录点位置 以上就是跳平台该注意的事情 接下来是跳平台的路程啦 总共分成四段路程 第一段很简单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跳而已 第二段要分成左边组跟右边组 一样就接着跳就好 只是到后面会聚成一条路线 所以平台要沟通好 第三段 一开始一样就是接着跳就好 等到最后一个人跳两个平台后 最后一个人会变成头 然后一样继续往前跳 中间的人一样会因为两边路线交错到 所以记得要做好平台沟通 最后一段也就是第四段 基本上一样就是一个接着一个跳就好 只是因为比较难跳一点而已 试个几次就会OK了 Ochое cu 뭣 还是侠库 还是侠库 的 对 桂 要 跑完了四段平臺關 恭喜你還沒完成第一關 爬上終點的平臺後 一直往右走 一直走就對了 你們就會觸發下一個事件 聽到卡魯斯講話代表你們觸發到了 如果找不到的話就隨便亂逛 這種一天你們會找到的 觸發後會有一大堆卡巴爾出來 殺光他們有大就開大 中午的話也可以用 就是不要死就對啦 親愛的怪恭喜你們正式過了第一關 寶箱送你們 接下來就是 第二關啦 不過在到第二關前還是必須走一段路 寶箱的前面有一個洞 直接給我跳下去 跳下去後會再往上噴起來 然後繼續往前走 繼續走會看到一個 衝擊波的裝置 這裡也是要圍跑庫一下 天花板上有很多個 衝擊波裝置 當衝擊波釋放出來的時候 也就是上面的柱子 撞下去的時候 會釋放出衝擊波 如果你沒有躲起來 就會直接躺在地板上 要躲的話就躲在旁邊的小角落就可以了 保險的話一次過一個小角落 慢慢來 慢慢來 求穩 不求快 技術好一點的話 可以直接掠過一個小角落 OK讓我們繼續往前走 繼續往下跳 會到一個 堂線的地方 所有人都到後就會直接一個 砰 有沒有嚇一跳啊 我好幾次都被嚇到呢 被噴出去後 就需要靠高超的高空走位 來躲過空中的石頭 如果死掉的話 會從堂線那裡再重生 在這裡 會有隱藏的寶箱 在被噴出去後 到著陸前 會有六個 金屬環要穿過 如果都有穿過的話 隱藏寶箱就會出現 那 六個金屬環 只要有人過 就OK了 不用一個人過一個 像是現在我就是一次過三個 失敗的話可以自殺 再重生到堂線那裡 可以一直試 一直試 所以 最推薦一定要拿到這個隱藏寶箱 拿完了寶箱 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了 往旁邊的方向 跳過去 一樣 一個一個 跳就好 不用急 慢慢來 跳兩顆 我剛好看到 可以解畫面 你也可以解 可以解 做一個GIF 一直死 接我越唱越唱 接我 拜託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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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跳到了最後 恭喜 你到了王的位置了 OK 以上就是 力尾探 世界者攻略的上集 下集我會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裡 接下來 就是 大王的階段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下喜歡 並且分享出去 給更多朋友 想繼續收看呢 可以點下有收藏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訂閱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